嘿唷 聊四季 天天中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看蒙古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殊的 是觀眾投稿 比賽的分隊是在1300分 算是我們頻道比較少見的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蠻有趣的 兩邊都是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在1500分 在1800以下 都算是蠻熱門的一個文明 很多人都用他來爬分 也是蠻常見的 剛好有這個素材 觀眾有來提供 我們就來稍微講解一下 大概1000分 1300分或1500分的場 是長什麼樣子 先來介紹一下蒙古人的特性 蒙古人特性是打獵的速度特別快 不管你是要吃野豬或鹿 野味的部分 吃的速度是特別快的 所以他可以打什麼15匹16匹 極速肉馬或小公流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大部分的打法呢 其實他們打極速肉馬呢 也是17匹16匹 其實打到15匹好像有點太過分了 那聽說這場比賽 我們的觀眾投稿 是打出了15匹肉馬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打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觀眾投稿 是這個蒙古人 是藍方的蒙古 現在我們的投稿 是在我的Discord裡面 有個投稿專區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RP上傳上去 稍微打一下裡面內容在幹嘛 就可以了 我們這也是頻道的新節目 稍微試一下水溫 看一下大家反應如何 再決定會不會繼續延續這個節目 這邊看到蒙古拉豬回來 我們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來這個配置還OK 兩個人伐木 第三個人過來 我覺得還可以 所以我是覺得這裡伐木好像有點太早了 這個伐木不應該這麼早補 會比較建議這個伐木兩個人繼續維持 出來的村民就繼續吃這個豬啊 或者是野味會更好一點 不然會讓你的這個升封建時代速度更快一些 他有可能是顧慮到木頭不夠 他想要早點下採礦營地 然後去升十代 所以應該是有這方面的考慮 但我是覺得即使你要這樣打 也不用補到四個人 可能就三個人就夠了 最多最多就三個人 四個人是有點太多了 如果是要打落馬開局的話 就是補國智 無論是要工兵開的話 補採礦營地也沒問題 那就是看你的開局首相而定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看到蒙古是繼續吃了剩下的肉把吃乾淨 開始伐木頭 伐木頭補一下 不然待會還是要補這個175木頭 先補一個均印喔 待會還要再下射箭場 木頭會非常不夠 那黃金的部分 待會可以補到四個人 如果你要工兵不斷的話就要四個人 那如果你要慢慢出的話 就兩到三個人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細節喔 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這個村民喔 跑到奇怪的地方伐木 這裡應該喔 就是要先把這個村民拉回去喔 然後把這一塊木頭採對 有一些細節的部分喔 就是可以稍微講解一下 那射箭場補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以再優化一點喔 補在這個位置喔 把這裡稍微圍一下 我覺得補這個位置 雖然我知道你是想要防守的 自己的村民不被對方落馬抓掉之類的 但其實這個時間點喔 他棒棒來 你也擋得下來 可能是要確保這個射箭場 不會被騷擾到 有可能 那如果真的是要這樣的話 就是補在這個位置也行 下面一點 或者是上面一點 這個位置真的是有點尷尬 那這邊看到對方 也是一個工兵開局喔 現在我們的投稿觀眾喔 AOA 已經偵察到的對手 那對手這邊的配置呢 是八木開喔 後面大概可能要配到九或十木 八木的話其實太少了 而且蒙古只有前面的打肉 打獵這個加成喔 他後面就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那AOA這邊是補到五個人伐木下方 那還沒有開第二個伐木場 而且他這個是極限配置的關係喔 第二個伐木場會比較難下一點點 通常是補了這個射箭場之後 就可以去考慮補第二個這個射箭場 不是射箭場 伐木場 好 抽一下 那這邊看到對方 是打了這個 毛兵開局 那這邊肉馬還在騷擾 但是他失誤 被戳到 哎呀沒有空 好 那這個伐木場 在這個前方就不太好 其實應該要補在後面一點 前方的木頭盡量 錶法會比較好 畢竟被對方插了一根劍塔 或是弓兵卡在這個位置喔 還是要花心力去防守 如果敵人在後面騷擾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趕快去後面包夾掉他 好 那整體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有一隻天空熊 跟上 那這邊出門喔 其實會有點危險 但我覺得出門問題不大 只要能抓到村民喔 都是好的一開局 那這邊會比較建議喔 弓兵如果不斷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把弓兵喔 往左兩邊去分喔 左邊一對 右邊一對 來個雙向進攻 會很優勢 但AOA這邊的配置喔 並沒有把這個黃金喔 配多喔 只有一個人挖機 小工出了一些 那這邊可以轉弱馬 其實可以轉弱馬 那弱馬主要用意呢 是要去克制對方的毛兵喔 讓對方沒有辦法把家裡圍起來 甚至你看到對方在這邊伐木喔 你也可以去來插箭塔 最近對方是毛兵開喔 沒有什麼太有殺傷力的單位喔 甚至連肉馬都沒有 但是AOA這邊應該是不知道 對方是沒有下馬舊的 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好這邊毛兵一個包夾 OK應該是擋掉了 好這波繞進去什麼毛都沒打到 兩邊都沒有死存 所以這個配置喔 我覺得要打的話 要有配套 就是 你可能壓弓兵要繼續出 對繼續出 然後可能就是要出到 六到八隻 或是四到六隻左右 可能八隻也不用 然後後面就要轉馬 就開始出這個弱馬 那像我們剛剛說的話 如果你有轉弱馬的話 那這邊毛兵出來 你也可以壓制住 那這邊四級補得有點太早了 這時候補四級 其實你也不能幹嘛 不如把這個四級的牧場 拿去撒農田 或是開一個馬舊出來 會更好一點 給對方壓力會更大一些 好 但我覺得這邊繞得還不錯 用這兩隻兵 讓對方的毛兵一直去追你 這件事情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覺得問題不是非常大 在這個分段來說 能做到這樣子 已經算是能爬糞的程度了 但是爬到1500還算是可以了 算是極限吧 好這裡補一個馬舊 馬舊下的時間算是有點偏穩 而且這個時候下的話 你也不會想要在這個時間補肉 可能就會直接升城堡時代了 那城堡時代 上城堡時代 直接打騎士 或者是打草雲騎兵都行 那蒙古來說的話 我也比較推薦打草雲騎兵喔 那如果對方要轉老頭的話 就可以轉出新騎兵喔 去反制了 這邊蒙古是補到了五個人挖機 點下城堡時代 時代是由我們投稿的觀眾領先的 對手這邊經濟稍微被弄到了一下下 升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那這邊圍加圍的部分 有點尷尬 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地方 大會還是要補下這個木牆 我也比較建議補到外面這個位置 直接換補一個城門 因為這裡很容易就挖穿喔 很容易就會出現這個防守漏洞 後方直接圍死沒有問題 OK這裡補下了品種跟一級弓 馬凱也補下了 那看到對方的蒙古這裡是補下了一級弓 兩邊都是要打一個鏡像草雲騎兵嗎 但對方的蒙古喔 這邊是有挖石頭的 那就是來打這個蒙古福祭了 好 那這邊草雲騎兵出來 再補下了二級伐木跟二級馬凱 這裡二級馬凱 其實不用那麼早補 你看到對方升級戰毛兵 跟二級射的話 再補的話還來得及 前期應該是要讓你的草雲騎兵數量 先堆疊起來 先出到四到八隻左右的數量 給對方更大的前期的壓力 當然你拆外面建築更快會更為重要 你這邊補了防護力 就發現對面啥都沒有 如果你看到對方有戰毛兵攻兵的話 那你再補還來得及 反正你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 你也不可能直接跟對方硬剛 你就可以去跟對方周旋 這個升級的時間 那城市中心這邊先開一下也沒有問題 那目前對方還不知道在幹嘛 那你就可以考慮去前壓工程器製造所 那要先拆的東西 是要先拆後方的射箭場 那這邊看到對方轉老頭 那如果你是轉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投資車也可以砸對方的老頭 那你的草雲騎兵呢 也可以繼續前壓 那如果你木頭這麼多的話 就繼續撒農田 前方的草雲騎兵目前 你出這些草雲騎兵沒有搭配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要做的事情就是瘋狂的去亂戳 然後找個洞端進去 不然就是要去蹲點 蹲這個聖物的點 看有沒有去偷哪聖物之類的 好 那建議這邊喔 就不要出太多的草雲騎兵喔 就趕快去補這個城鎮中心 對沒錯 就是這樣子 看來這位觀眾打得很好喔 細節有做到 知道哪時候該斷兵 不該出兵繼續開農 好這邊四隻老頭 直接招到了一隻 還行 沒有到很虧喔 至少不是騎士 騎士就虧爛了 好那這邊的反應很好 看到對方轉到四隻老頭 轉出了輕騎兵的升級 那對方是打蒙古圖技 那打蒙古圖技的話 繼續用草雲騎兵打 是會有點危險的 畢竟對方有可能轉這個 蒙古圖技出來成型之後 會轉一些肉馬 喔不是肉馬 轉這個駱駝 進行反制喔 因為草雲騎兵 雖然打駱駝可以用秀的 但是很吃手術喔 沒有關係 對方有挖城堡 大家應該也記得 挖城堡 挖石頭蓋城堡 就是傷經濟喔 現在很明顯喔 對方蒙古聰明書 是落後於我們投稿觀眾的 AOA 這裡補一個老頭 那老頭到底什麼時候補喔 有點是要看情況 像你有軍事實力的時候 剛剛我們不是說 可以補工程器製造所那個時期喔 如果你不補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那就補修道院了 可以讓你有更多時間喔 去把五個生物給搬回來 反正你有軍事上的優勢 也不怕對方出來 好 當然對方轉出了蒙古圖祭 二級射也點下了 那自己現在這裡呢 是有這個二級馬卡的 所以對方射起來 也不會到非常厚 而且你有血量上的優勢 那戰死是不會有事的 那如果對方真的轉太多蒙古圖祭的話 也可以轉出戰毛兵 但現在在轉毛兵也不是這種迫切的事情 而且對方出門的時間 已經來到28分了 才出門 這個時間點 通常是可以上帝王時代的時間 如果是玩其他文明的話 那目前看起來我們投稿觀眾的基本功 做得更紮實 這個經濟更好 村民樹怕領先20村 那蒙古 對方蒙古這邊是雙TC剛開攏而已 並沒有攏很久 三TC也沒補下 這邊把這個開TC的木材拿去補了彈道血 那確實他打蒙古圖祭的話也確實該這樣打 不然他出蒙古圖祭就意義不大了 這邊看到對方蒙古圖祭過來 這裡補下更多馬就 補這個位置我覺得OK 但是就是要把這個蒙古圖祭給打回去就行了 好 那看到這邊蒙古圖祭 其實打這個草原奇兵有點痛喔 但他看起來有點空不太過來 細節的部分沒有做得很好 好 這邊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 看卡了這個大學 升級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升 吃了一隻草原 好升級這裡也沒有按 看 可能沒有看到大學蓋好了 現在在忙著著翔 OK補下帝王時代升級 時間來到了31分半 點帝王時代 還行 這個分段來說還行 畢竟我們頻道裡面 看的都是頂尖直接選手 我們來播一般比賽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有點不太習慣 但我必須 別說這個分段來說 這個升級我覺得還可以 不要用這麼高評價的眼光來看 就會覺得其實這個打法還可以 好這邊老頭被射倒 好 十三隻蒙古土地 繼續往前追 後面五隻老頭 招翔 看一下這一波 這邊敵人 招翔得很好 直接招三隻沒有問題 把這邊就有點打得不太好了 你看到這麼多老頭的話 你就不應該撤了 就直接上面硬剛了 反正你已經是被招翔了 當然我能理解你不想要 往前送的原因是因為你已經點帝龍時代了 送掉這頭邊你會覺得很危險 但剛剛其實你已經走到老頭旁邊附近了 再走個兩三步就可以直接上去A了 直接上面硬打會更好 說不定也可以收掉一些蒙古毒技 好 所以我這邊肉麻送個一波 這邊出肉麻是想要抓老頭 但有點空不太過來 集結點射的不夠好 這邊集結點 剛剛打架往前補就OK了 這邊就一定要打了吧 這邊再退就沒道理了吧 招牆兩隻戳掉 OK 往前A 對 就是這樣子 直接戳上去就對了 不用管他蒙古毒技 戳掉老頭 這邊他好像還沒有點拇指環 感覺 他這個拉打有點太硬要了 射起來不太痛 好 那對手只差了大概20秒 神帝王時代 但村民術來到了差距快30吋 這個基本功 就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邊稍微夾一下 那這邊要不要繼續送 我是覺得可以送 畢竟他的村民都在這個地方了 就送了吧 雖然我們就有一點小虧 但能抽掉一些村民 跟蒙古圖技 說虧也沒到那麼虧 就小虧一點點而已 可以建議那個數量 如果能升到草原騎兵的精銳 或是給他三攻 再去打架的話 這個效果會差很多 就是精銳或三攻擇一 對方轉出這麼多的蒙古圖技 自己可以考慮就去出草原騎兵 或是轉大陸 不管學哪一個 你自己後期 也是要轉蒙古圖技出來 才有可能打得贏 如果你覺得你正面 沒有辦法轉出蒙古圖技 去對抗的話 轉招毛兵先夾住 去防守住 然後老頭去招強對方的弱駝 或是騎士 也是可以的 老頭配戰吧 去擋對方的蒙古圖技跟騎士 然後自己先轉一波經濟 然後再轉出蒙古圖技出來 會更好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落後 就不轉出來 這樣其實蠻危險的 畢竟大家也知道 蒙古圖技滿記憶體成型之後 會很難受 好 這邊一個BD還不錯 那個偷家偷了幾隻村民 OK 抓到了幾村 看到這裡 大家應該覺得 應該是十拿久穩了 好 蒙古點下的化學 上方的黃金 也在挖 像這種情況 這裡就趕快保護好自己蓋城堡的村民就好 草原騎兵繼續往前 看到城堡就往後拉 在這邊跟他周旋就好 只要進入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這邊應該是沒空好而已 AOA的他的觀念很正確 有保護蓋寶的村民 然後進入射程內就有拉回 好 現在稍微拉打一下 好 城堡蓋好之後 前方也可以開始補這個巨型頭C 或者是補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衝車啊 或者是補一些可以反制蒙古圖技的東西 或是直接鬼轉駱駝 其實弱駝打蒙古圖技也是蠻重的 就是草原騎兵配弱駝 其實這個打法還蠻強的 在裡面的長疾之弱駝 打起來的威力是不同 完全不一樣的 好 這邊直接戳掉木牆中 去拆巨型頭C 這個判斷非常正確 對方的蒙古圖技在這邊發呆 沒有試做 找到了一些肉碼 這裡戳掉了巨型頭C 後方繼續繞 好 這邊就可以分隊了 後面有一些村民分隊去打一下 好 這邊有點忙 那這邊的細節就是剛剛說到 右邊這個黃金礦 偶爾要去派個村民了 或是派個奇兵去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在偷外面的布巾 好 這邊再拆除 這一波衝進去打得很OK 欸 村民處差距來到了驚人的 五十村 七十五打 一百三十五 哇 是六十村嗎 好像差距六十村了 不是五十村 這就是我們頻道常說的 基本攻打得好 即使你的兵種 對不對 是打出人家的 其實也沒到輸欸 雖然蒙古是一後期喔 只要能秀操作的話 是可以吃掉這些草原奇兵了 但是我們這裡有強大的經濟 好 就不怕他殺 我們就用經濟A死對手 唉唷 一百四三村了 那以TC 閒置來說 蒙古這邊看起來喔 我們的投稿者的 閒置更久 但是他這邊城鎮中心3TC 正常開弄 好 那像這邊已經轉出大落馬的情況下 而且二防三攻都已經點好了 這裡就可以轉蒙古圖祭了 開始挖石頭 然後開始去產出蒙古圖祭的三級射 或是金瑞的升級 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先解掉這個 這個城堡趕快來修理一下 這邊用大落馬去追 沒錯 現在大落馬就去追 反正他數量少 也解不掉你的大落馬 呃 到了這邊應該就是垃圾時間喔 對手應該是扛不住了 所以他具數量實在太多 打一百五十村戰術 呃 世紀立國這款遊戲喔 你真的只要會農喔 你只要我這個基本功在喔 你要爬到一千五百分喔 問題真的不大 你有這個基本觀念 這個場 打的這個場次多一點喔 一千五百分一定是OK的 重點就是要學會開農這件事情 凡是那種開稿戰術喔 盡量少學 那個只會讓你沉浸在於 短暫的成功而已喔 不能讓你維持長久的勝利 好 這邊是絞虐場 這個射大落馬無形海報 好這邊落馬繼續按 就可以轉出三級射 蒙古突擊 好 方便就正常打 沒有問題 那蒙古這邊喔 一直用草原騎兵 跟大落馬去寫 巨型頭史記喔 是相當正確的 那對方完全扛不住落馬亂串 GG 對手有點太痴迷於打這個蒙古突擊的 我們剛剛很明顯喔 看到對手 一直想要碰蒙古突擊去修操作 那以這個分段來說喔 操作的細節喔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反而是注重經濟的人喔 勝率會更高一點 這邊可能可以點掉喔 哇結果沒有一點 他太想要保留這個數量了 好沒有一點的話 基本上也沒救 反而他沒有辦法可以解掉巨頭 好非常垃圾的時間 搞定 城堡掉了 對方這裡直接打出GG 好那對手還是蠻有禮貌的 那這位投稿觀眾 他打法來說蠻像我的 就是經濟型開農 那肉的話也有標準的補到80片田 那肉馬就可以一直狂暴 那馬舟的部分喔 是出道12個馬舟 我覺得也夠了 夠多 所以這個部分也沒什麼好講 這個也是很正常 就是玩得很好的部分 這個比較尷尬的地方是 有點太歐英一波這個肉馬 雖然後面有轉蒙古圖記喔 當然轉時間稍微偏晚 那如果要加強的部分喔 就是你的巨型投磁機喔 可以少出一點喔 不要出到這麼多 大概出到四到五台 就極限了 省個兩台巨頭黃金喔 早點投資到蒙古圖記上 這樣你遇到更強的對手時候 你就不會巨頭出太多喔 很容易前線的兵喔 擋不住對方的像什麼 對方的馬公啊 或是對方的工兵之類的 或是對方的主力啊 駱駱駛啊 騎士之類的單位喔 所以蒙古圖記喔 再早點轉出來喔 會讓你的勝率喔 再更加強一些一些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差距有多誇張喔 直接來到了一倍啊 有基本功跟沒有基本功的 這個經濟差距喔 就是差這麼多 蒙古 上化蒙古的話 他也不算是沒有基本功喔 他只是單純戰術不一樣 後期的3TC經濟也沒開始喔 這個是問題比較大一點的 那軍事方面呢 KD是對方的KD更好 畢竟這邊是垃圾兵戰術 加上草原騎古腦煩亂 我們這個頻道也說過 這KD後期不是那麼重要的 能贏比賽才是更重要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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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